为抢占先机 朕决定 先为一步 御驾千争 陛下 陛下万万不可 乏位征途遥远 战场凶险难料 陛下龙体安康 关乎社稷 不可清出啊 杨大人所言极是 恳请陛下三思 陛下三思 朕议已决 众卿不必再劝 此次勤征 朕会带一名大将随行 禀父皇 儿臣举荐七哥 七哥自幼熟度兵书 精通兵法 若有七哥随行 父皇你必定可以 齐开得胜 儿臣也愿意随军出征 为国效力 恳请父皇恩准 父皇不可呀 武游虽然熟度兵法 但他缺乏实战经验 让他带兵出征 不如带一个身经百战的 长盛将军更为可靠 请父皇三思 依太子所言 谁人最合适啊 父皇 儿臣举荐 父皇 儿臣不按军事已久 不知军中将领情况 父皇不如问问 魏国大将军的意见 启禀陛下 微臣以为 陈王所言极是 黎王殿下精通兵法 在南静又亲临战场 对于各国各地的战史战局 也是了如指掌 日胜千里 微臣自愧不如 所以微臣觉得 此次随军出征的人选 应该是黎王 连傅将军也举荐黎王 好 无忧 你就随朕出征乏位吧 儿臣不愿意 儿臣早就说过 让外必先安内 如今 外有沿海流寇猖獗 西起 陈国一个个虎视眈眈 内有天灾连年 银库空虚 西南地区仍有恶嫖 内忧外患 李英代国父民强 与万民子弟休养生息 君臣一心 方是出兵乏外 一举平定战乱之事 胡说 我北林连年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民心安定 上下一心 哪来天灾连年 更没有内忧跟恶嫖 简直一派狐言 来人 李王不遵圣命 在出征乏位之际 在此威严耸听 饶乱人心 让朕轰出去 你常年坐在身宫宝座 不理人间疾苦 只会自我歌颂功勋 企图哄骗世人 恩师当年说得对 你这种人 一辈子都做不了明君 大胆 你竟敢说朕不是明君 你这个逆子 你果然是秦英 教出来了好学生吗 朕说的话你永远不听 我死了这么多年 他说的每一句话 你还记得清清楚楚 还愣着干什么 捅住去 不要 我本就不欣赏留在这里 以后 也休想把我再招回来 你 滚 滚回你的南京去 不准再回来 苏华 七哥他只是 闭嘴 再说的话 连你也捅住去 陛下息怒 既然无忧不愿随军出征 臣弟举荐魏国大将军随行 大将军沙场经验丰富 从无败计 定能助陛下大获全胜 就依范阳王所言 傅将军 你立刻回去准备 三天后 随朕出征法位 在朕出征期间 朝中一切事宜 既有太子代位处理 陈王府之 退朝 谢父皇 恭送陛下 听说 你要和他一起出征法位 他从各地调了三十万大军 唯独 除了我的铁甲军 还让我单独随军出征 这份心思 我自然是明白 看来我们的计划 要提前实施了 等了多年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 少主打算何时动手啊 全盘计划都在我的脑海当中 我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至于你 任何的行动 听我的命令行事就是 横湘说你为了一个女人 要改变计划 是真的吗 我们筹谋多年 才得今日局势 成功在即 计划不能变 我念你是我母亲身边 最忠诚的奴仆 我尊称你一生邻属 你救过我 也煞费苦心地培养我 训练我 一年一度地穿骨之痛 让我永远地记住了 母亲的仇恨 这些我都记在心里 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 你只是辅助我完成复仇打击 至于到底该怎么做 还是由我说了算 看来你心里痛恨我 我并非想要左右你的决定 我只是想提醒你 主人在地下 等得太久了 放心 所有伤害过我母亲的人 我会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好 这才是我认识的少主 这才不枉费 主人为了保护你 受尽折磨 既然要报仇 就要除掉宗正无忧 容乐是宗正无忧最大的软肋 只有利用它 才可以万无一失 我不用利用容乐 我照样可以产出宗正无忧的 什么 表面上看你占尽了优势 其实宗正无忧的优势 全部都隐藏在暗处 你想和他明面对决 那只能枉费我们 多年辛苦的策划 你本就是生活在黑暗中 不被承认的儿子 为何要光明磊落地和他对决呢 你认为这样 容乐就会喜欢你 别做梦了 只要宗正无忧还活着 你永远没有希望 去吧 去感受 你母亲曾经受过的穿苦之痛 记住那种感觉 你就会记住自己的身份 同时也会让自己的脑子清楚 来人 少主 门主 少主并没有做错什么 为何要加法一次 很想 你身上的伤这么快就好了 别以为你不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少主为了救容乐 重伤自己门人 企图改变计划 我什么都清楚 我从未说过 门主怎么会知道 念你身上有伤 本座今日不罚你 但你记住了 你是本座从鬼门关捡回来 教你武艺 把你培养成真正出色的杀手 你喜欢少主 替他隐瞒些许小事 本座不计较 但若因此影响复仇大计 本座 绝不轻饶 很想不敢 为了早日报仇 本座有任务交给你 你假扮成容乐 不 不 不行 我绝对不能这么做 只有这么做 你家的大仇 才能得报 也许此事之后 你有机会嫁给你喜欢的人 一举两得 我不能这么做 你已经知道了本座的计划 你若不去 本座便容不得你啊 来人 拿出去 放开我 你现在不能杀我 我还要帮少主控制住太子 若是现在我死了 影响他的复仇大计 他是不会放过你的 区区一个废物太子 想要控制他 又何难 实话告诉你 横向 这个计划 本座早有安排 你不去 也会有别人去 与其别人去 还不如你去 皇兄 那复仇虽然随御驾出征 但是铁甲军却留在中山城 中山城内外 又突然涌入许多难民 臣弟以为 此事事有蹊跷 可否考虑延期出征 京城有禁军 朕会留下秘址 一旦铁甲军有所异动 禁军就听从无欲的调派 而且铁甲军的将领 也在无忧的严密监控之下 不会有问题 至于难民 确有蹊跷 此事无忧会处理 无忧 他不是已经被皇兄逐出中山城了吗 出征日子已定 推迟只会扰乱军心 乏味计划绝不能有变 那太子那边呢 复仇一走 太子一人掀不起什么风浪 而且无欲也时常盯着他 无忧也不会真的远离中山 让他们有机可乘 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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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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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将军请 各位将军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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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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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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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